EDU2016 随身碟的格式化 当我们插入随身碟之后 电脑系统会帮我们自动把随身碟内容打开来 也就是它会把它挂载起来 那如果你不要挂载,就是按这个按钮 按这个按钮 那我如何格式化随身碟呢? 按右键,选择格式化 这时候你可以选择各种档案系统 FAT、NTFS、EXD4 还有加密的各种 那我们就以格式化FAT 档案类型来做 这里的名称是指标签 假设我被格式化完 我希望在上面显示出是什么内容 比方说我这是资料点 我就可以打DATA 选择格式化 格式化 格式化完你就会看到这边叫DATA 这个随身碟叫DATA 里面是空的 这样就完成了随身碟的格式化